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用一副三角板 我們知道三角板的話 一副三角板有兩個 其中一個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45、45、90 另外一個三角形是 30、60、90那個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他問說 用一副三角板 能畫出0度 到180度的 哪些角 首先我們看看 用這個三角板的話 最小角度的話 能夠畫出 最小角度的40度 是15度 為什麼 因為你45減30是15 你60的話 減45還是15 所以最小角的話 你只能畫出什麼呢 畫出那個15度 也就是說 你在一個平角上面 在一條直線上面 你最小的角度是多少 是15度 所以你在這個180度裡面的話 你可以畫出15度 就是15度到多少 就是這個角度的話 可以是15度 15度 15 30 45 45 這裏是 這裏是 180度 你給他除以15 你給他除以15 除以15的話 是1 15 這裏是3 10 12 12的話 是180 也就是說 你可以是 這裏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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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畫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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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 零度跟180度 那我們就說 你能夠畫出哪些角 就15x1 15x1 一直到15x11 可以畫出這些角來